在我帶孩子的過程中 有兩個原則 我很少加持恐懼在我孩子的身上 一起去探索 一起去了解 陪伴他走另一條路 他最近很迷戀台灣的在地文化 他很喜歡那個大駕駕 那他肯定是接觸到台北 對 因為我們家住在廟街裡面 我現在越來越理解 孟母為什麼會在一起 我從小呢 我父母管我們吃 睡 但是他給我們某一種自由 就是我可以去探索 尋找我自己 所以我在我七歲的時候 第一次爬上的舞台 我就知道我要一直做這些事情 我真的就是做到現在 我跟我老公都沒有一天大學 所以學術對我來說 不是不重要 但它不是權力 更重要的就是一個人 不只是孩子 知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做什麼 我陪伴他們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他們也陪伴我做我喜歡的事情 就像我兒子很喜歡昆蟲 也喜歡猴子 什麼動物都喜歡 我是很怕猴子的 我是很怕老鼠的 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次我 我們家旁邊有一隻猴子 然後我兒子還能在外面玩 就跑回來說 麻油可以要想叫嗎 我說怎麼樣 他說我要去餵猴子 我一聽到我當下 花容失色 我們就開始有很多恐懼 我猴子就想來找他 什麼的 但是我一下子就打散我這個恐懼 我真的給了他一條香蟲 我說你給他指紋消息 然後他後來就回來說 媽 我拿給那個猴子 我下來給我拿 然後他吃得很開心 這樣 所以在我帶孩子的過程中 有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 我很少加持恐懼在我的孩子的身上 那你害怕的事情 不一定他害怕的嘛 你不是因為你害怕了 因為他就不能去做那件事情 因為他比你勇敢嘛 你知道嗎 他可能比你更有力量 所以有時候是反而 我的兒子會來教我 因為他們很喜歡昆蟲 蒼蠅 什麼 什麼螞蟻 蟲蟻 蟲蟲他們也不怕 蟲蟲蟲 對 他們接觸昆蟲 接觸到他們現在回來 他們才七歲 還不到七歲 回來教我 所以反而是 因為我開放 讓他們去探索的時候 他們反而得到了更多的 實際的這個知識 來回來教我 所以就比如說你講 以前我們家最早 開始打坐的人是我弟弟 我最大的弟弟 但因為我爸爸很反對這件事情 覺得打坐會走鬼入魔 所以他就一直主持 一直反對 然後每次我弟打坐的時候 他就會有強烈的抗拒感 我為了我弟弟 我真的就學打坐 對 我去禪秀的時候 我學習打坐 我要明白這是什麼 我想知道我弟弟為什麼那麼喜歡打坐 所以後來我弟弟就有了一個 可以跟他聊打坐的心得的好朋友 就是他姐我這樣子 所以呢 我後來就慢慢這樣 然後最後我爸爸也進去攢談打坐了 所以有很多時候是 其實我們聽的跟我們實際了解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親身去瞭解 然後你要瞭解為什麼你的孩子會喜歡這種東西 那一起去探索一起去了解 陪伴他走那條路 你會更快的瞭解到他喜歡的那種東西的真正的真相 謝謝